椅椅注意旁边这个里写的很高 然后缝隙很小写的很紧凑 才能衬托右边那一部手 这中间白色并不多 然后写的很紧凑 写的位置还偏高 然后中间这里 偏高 偏高以后再来右边这个要压下来 起笔下来弹回来折下去 再做一个菱形的点 逆回来弹上去 再切一下 撇劲 终于缝隙都很近 然后再利用这一个把字给拉开 拉开 拉得很长 然后这个挑 哇,挑得很长 耶 升 非常的优美 主要是在左边有一个非常长的撇 看起来真的是漂亮 所以它重心事实上不是在正中间的 跟我们一般写升在正中间是不一样的 好,这个切下去 三角形的 然后重点是这个 哇,这个漂亮 真漂亮 这笔画 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撇 然后重心不 偏向一边 这都很特别 唐朝凯述 完全不会出现的方式 这个撇都很靠近哦 好,注意不要把它写松了 遇到这种这么多笔画 不要怕 把它写松了 这笔画都好平 都不是很写 然后 它这里 哦,对不起 弄错了 这里进来 应该是撇到这边来 然后接过去 也有可能这里接过来 看不太出来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 撇得很长 本来以为是横画接过去的 然后注意这中间的细缝 不要太大 太大,这只都松掉了 其比于粗到细 然后这边当然就是 很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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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 勾 一般的勾 这边右边比较直 直了以后再挑起来 就像刀切过的感觉 生 纹 这个纹啊,往内凹 很明显的往内凹 这样看起来中间都被夹得非常紧 这个尖不用很尖 顿顿的尖 连着 拉出去 则也非常的 横 主要是磕所造成的 当时手稿应该不是这样 反正卫背的手稿跟磕的都不一样 在唐朝凯数这边会比较高 这边比较低 这边比较高 在卫背到卫壁 然后卫背这里是凹进去 但记得还要凹出来 什么叫凹进去? 凹进去 又歪出来 然后这个钩啊 右下角比较厚实 这钩要钩的方力 一个 拉住 让它稍微有点紧凑感 然后纹 这边的纹 直化 好 这个纹如果对照刚才上面的纹 所以上面的纹刚才应该是撇 没有错 快要碰到 你这种要碰到不碰到的在唐朝凯数都会让 它都不让 会不会真的是不太让 所以看起来就觉得紧凑 又碰到一点点 这样看起来就紧凑 很多地方都快要碰到一点点 快要碰到快要碰到 闻 上 上 上这个偏右边 当然还是有粗细 菱形的 看起来很饱满 左边长 右边短 这个深深长 这个缩短 日 日就不用太大 因为日的笔画不多 比方来讲也不会太大 这地方有点断下来 再切一下才下来 感觉说这里是一个笔画 然后这里又一个笔画 感觉是断的 在胃背里面经常这样 然后这个是饱满的椭圆 然后这边是有交叉 其实一般就是直化深长 掌握横画深长 那卫背有时候就很讨厌 就竟然会两个交叉 其实这样子在书法里面 并不 在唐朝凯述根本不会出现 唐朝要嘛 他出来 要嘛他出来 自己找一个笔画深长 不会同时交叉 因为这样看起来不好看 可见当时刻的时候 没有注意这种小细节 诗 这个诗上面 这个写的非常紧凑 撬上去了 然后这边再断下来接 断下来接又非常方硬 然后中间又截的非常紧 终于这块好密 好密 然后刚才有特地提到就是说 他这个会交叉 其实照理说这个要短一点 不过胃背交叉是正常 而且还搭到 搭到以后终于完全密不透风 那你会觉得奇怪 这好像很像一颗石头 风瓷 然后这个皮尔写得很优美 优雅有点弧度 然后后面又要稍微有点弹起来感觉 撕 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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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细过来 然后 盘起来 带上去 折下来 这里照我说应该短一点 不过它写的有点长 因为他没考虑了等一下还写这个 这边还可以再长一点点 过来 漆皮 下来 拉尖 交叉 断掉以后 这里是平刻的 平平的切 下来 这个是很平的 很多角度看起来都不是很自然 其实因为刀刻的问题 那我们在写卫背的时候 会刻意的模仿刀刻的样子 不会想还原它原本的样子 因为 它原本的样子 是非常奇怪的 刀刻后反而比较 特别 特别 注意点的方向 注意点的大小 注意点的角度 大小方向角度 因为这样来讲 这每一个都不一样 每一个看起来都不是很一样 就